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向你介紹這個節目 就是大家期待一個大口徑化學器的調校改裝單元 相信大口徑化學器對同學來講的話改裝都不陌生 白同學今天要向我掃耳掌 一次傳掃耳 大家準備好了嗎 一起上課去囉 走 來 聽起來就變成這樣 裡面的同學參觀一下 大概就這樣子 來 順便跟同學分享一下 因為白同學我其實是跟他拆開的那種 Air Clean 所以螺絲孔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我有做一個延長行程的電片修理在這裡 這樣你塑的時候你叫我去改上其他不同的Air Clean 來 大口徑化學器 拆開的時候 讓你們看一下裡面的口徑待會兒要運作的方式 來 白同學跟你們說一個重點 改裝大口徑化學器 一個重點是上下 咱們一定中開到中板 來 要吹下去喔 你看 什麼中開了 注意看裡面的這裡喔 這樣比較有中開 然後放的時候要吊去吊 這樣油門才不會拉到的 比較不會吹到 沒吹到 沒吹到 沖 然後為什麼堅持說 拉到這裡跟上面有什麼差別 你仔細看下面那個噴油嘴 它出的這個地方 這樣並說出的1秒針5cc好了 和1秒針10cc就差 我待會兒細膚分級的同學看 開始了 好 白同學這隻我怎麼幾十年不再拿了 十幾年應該有了喔 我那個水管就是埋在這邊啦 就左右割一條 這就說的軟膠頭 把這個油門線轉起來就好了 這不要太難 因為白同學在拍那個DIY影片 都是比較習慣細部 所以影片可能會比較長 這樣就看一看 來 這樣就拿起來就可以把它拉掉了 這油門線 它這個油真的要注意喔 這可以去弄瓦的喔 好 來 下個動作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這個螺絲卸掉 還有這個Q弄就扭起來 這樣就好了 來 拆的時候就這樣拆 對啦 這樣就對啦 太久沒聽都不記得 好 終於生出來了 來 白同學用我的小手機 拖盔裡面的小穴 給你們看白同學的大雙滑那種蛇黃片 碳鮮圍喔 哇 你看喔 一槍一槍 卡龍那種 你看到裡面嗎 沒辦法 對啊 反正你就看 你看 喔 二 用二十幾年了 你看 真讚喔 所以 這東西 造車工藝真的是不錯 把這個 閥門拆下來 要拆得很簡單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油門線的刮鍋有沒有 你就把它對這裡 這樣扭起來 通常扭起來 然後 手推 順這個旁邊 這樣把它弄出來 這樣扭出來 拉起來的時候 裡面就長成這個樣子 它正常還有一堆塑膠 但那塊我都沒有在打 來 開始分解 分解這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 你看有的有的 東西都把它拿起來 因為白同學現在 胸前還抱著攝影機 在拿這個很難用 所以 手會比較笨拙 你就要體諒一下 我做法就是 就是 我在拍片都不快轉 讓耐心的同學看一下 你看 我自己就直接這樣轉 這個沒有什麼技巧 你這 手動的那種 輕輕槓 這個也是要 定期要拆起來清 在跑的時候它才會順 白同學在教的東西 都比較細心 因為這種東西 也沒困難 有些你們年紀比較輕的同學 想玩 你可能沒有接觸到 然後 這兩個就把它 你們還可以撈 那一段 我不剪了 就直接看了 揭得好 轉開 記得 如果不開就要1 2 3 怎麼 自己去講 我喜歡 玩這個 二行程 它有畫回去就是 它比較不會像 新型的四行程 它就是那個 它有那個電腦線素 噴射引擎 你電腦線素 你如果鈔票發的不夠 不夠多 你就跑不快 所以我覺得 玩得比較不好 哇這個很久沒有開了 我記得當中 我有孤孤子 你就是 輕易的 這樣稍微拆一下 可以把它開 為了同學的福利 我也是都要 阿咪咪姬 要去插到 怕到 所以DIY一定有風險 要小心 你仔細看裡面 阿你這個 我稍微拆一下 沒關係 我們後來把它撕掉就好了 它 你看這裡 都有那個膠 對不對 所以人家說 有的時候汽油你 久了沒有用 裡面就是會殘膠 就是這個原理 這個我們先不要插 重點是這個 哇 那真的垃圾 然後這個要怎麼拿呢 這個有一個東西 這個PIN 你要把它推過去 推過去 一根它就拿出來 在這裡 就慢慢拿起來 拿起來你注意看 這裡有一個 染膠頭 這個東西 你要非常注意 這個 控制的油門 油造成一種 流量 這東西你如果擦一擦 你仔細看 我對焦一下 它這裡有沒有 這正常的硬 它這個要有彈性 這個化油器都通用 大口徑化油器 我都有試過 看起來你會一樣 藏起來都會可以 然後我們就是 把這個 噴油嘴卸下來 來 這樣 這句沒聽到也不難算 我以前白龍學都不想打扯 都在旁邊 想到現在都在這裡接頭 白龍學藤空 哪不會是在做醫生 在用內飾器操作 記得 這個 很棒 還要注意到同學的特寫 這樣就 分解完了 所以機械性的東西很好用 還有這個 這要聽起來的時候 你那個 連鎖之後的機器就好 這先不要攪拌 來 你現在聽起來的時候 它這還有一招的喔 把它 固定住 它有主噴油嘴跟副噴油嘴 這個把它轉開 你看 白龍學這樣細心 真正 要來等於讚 倒三更多 看不到 真正 不要再打槍了 沒有了啦 不是在撐沒了 這個上面都有編號 但是 這種編號來說 基本上它的號數 不是撐沒什麼一樣 我們等一下再把它殘膠清一下 好來 接下來要聽這個 11 12 13 也差不多不記得 因為 再調這個 試在另外那邊再調 我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我會把那個鏈子 記得 這個它的方向也一樣 10 11 12 差不多12圈 它裡面 它還有一個 那種 黑黑的塑膚 我們待會看到 裡面 你看 有 你看 這裡還有一個東西 我記得這裡還有一個彈簧 把它拿出來 來 這裡 我們在細部清潔化油器就是要很注意 這樣它就大致上它都已經分解到最原始的狀態 然後有時候你說 車子不順 油面會怪怪的 這支 這支的震動 你就是把它拉出來 把它擴大 打進去 它油面高度就不會亂跑了 那是我的經驗 但是 大家同學參考 也不一定 對 來 下個動作 來看 這個 這個我的基 先把它水倒掉 裡面這裡 它還有一個肺油孔 這個 這個你也可以把它 轉開 然後 它肺油就會走出來 但是白龍學 這個我不會轉 因為這個轉掉很會流油 這個基本上我是不會去弄它 然後我們等一下開始來清潔 我們要開始清潔之前 我們先把這個油先拿起來 就想白龍學 你也不夠了 也是這樣聽而已 聽看看 不要先吐槽 好不 先看 好不 放好這 來 拆起來 密集在這裡 仔細看喔 白龍學在打都沒有在看補 來 這支的機器有什麼不一樣 你仔細看 前面那個 刻度就是可以調它那個工油 我們先不理它 我們先以這樣下去比來講 差別在哪裡 白龍學 今天用這些東西 黏著 這不是白龍學針灸要用的 這是以前白龍學教的一些東西 就是每一種 跑的狀態都不一樣 跟我們說 有的路況不一樣 還是說你今天要用的東西不一樣 來 簡單講 這種東西就是 因為它是機械式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去改變它的工油曲線 一般 是不是都是 加大朋友嘴 但是加大朋友嘴 覺得賣家 你如果做街車的時候 你原地在吹 你走的時候 你那個轉速過低 油量會太多 車會在那裡沒有 會電到沒有來 所以白龍學修改 這個問題就是什麼 它的原理是這樣 它就是 這顆嘛 這支就是在這裡收起來 所以我們 它一直在拿掉 油門就是這樣 放進去 你代速的時候 它就這樣 吹起了 吹起了 它油就會從這裡跑上去 然後你相當於 你一直加大朋友嘴 這個是要跟著換 你平常要換的時候 是不是要拆放器 白龍學發明就是這個東西 我是從 油漿這邊來修改 你自己的毛很尖 你看 它這什麼很尖 很尖的時候 它就是你油門稍微吹一下 它的油量就已經 就已經跑很多出去了 是不是 你隨時在外面 你要換那個 油漿的時候 它會蒸法 你是不是動作就很快 所以說你看 我這個每一支 都不一樣 這就定義跟我們車 有沒有 我們有時候跟那種 PowerFC什麼image 它是在更改那個 公油曲線 每個轉速都不一樣 我是用運用那個原理 來 它的那個 機械性方面上 來我講一下 基準點在這裡 你看 這裡 它這個長度 它這個寬度 和這個寬度 都不一樣 所以你油門 爬到一半 它這個 空軟比 它騎混合器的比例 就不一樣 所以你吹出來 就像那個 人的那種噴射引擎 它可以設定轉速 幾千轉的時候 它的噴油量 它的混合比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配合你的氣缸 你可以在這個曲線的時候 你把它摸得很尖 它在瞬間來的時候 油 它在供油就很多 所以你在吹油的時候 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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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好勝的地方 這個東西 可能你要自己勝利才會知道 不然你會覺得很乏味 就是 如果你看這針頭 這樣比例就知道 很細嘛 它過的量就很高 然後這 我用還有標準性的 這標準性的 它就像這樣 有喔 油門刷起來很長的 油墊很長的 另外這一種 也是 這是有的 油墊很大 管頂 粗會比較粗 但是這種 你要是 很高轉速的車才可以用 我一般接車完就是 這個最好用 來 接下來這是 油墊要怎麼調校 我告訴你 像管頂現在這個刻度 我們放在最高 最高的時候 它就是比如說 你拉到上線是這樣子 你仔細看它裡面 噢 噴流就要動掉了 它變成差不多要轉開 這樣的狀態就是 它汽油量會比較少 空氣會比較多 噢 椅子類推 你把這個 固定的叉燒 你把它刷下去上的腳 它一樣 油門線拉到緊繃的時候 它就是會多 大概零點五公分的行程 會拉上去 有沒有 還可以這樣開 你看它裡面 這裡有嗎 這個空有嗎 它的進油量就會比較多 相當於你的 混合比 汽油濃度就會比較濃 但是 不是說 你每一台車 你貼上 油到貼上這個 比較早 你要搭配你 氣缸壓縮比 跟你的 煙燈公的排氣量 因為每一台車的風值都不一樣 如果我讓它 風值最佳狀態的時候 你把它的 公油曲線都要配合到最完美 那時候那台車子是最早的 記得 這也可以用這個動作 1 2 3 下個動作 然後清化油區的時候 我也是習慣用這個化清劑 以前在弄摩托車 比較沒有智商 比較不懂用這個 這最會用 所以你家裡如果沒有那個 風槍的話 用這個也很好用 然後這個 就戴口罩 然後戴個護目鏡 這個 每一個洞都把它 除一除 它這個 很爛的喔 它那個扶持性很高 你要很注意 不管是裡面什麼膠 你也知道 它就 能瞬間把它清起來 很好用 這個 很多孔它都是相通的 你家裡扣到兒子頭 我切一下 怎麼不可以打肉片子 剛才肉片子 會扣到兒子 所以我拿遠一點好了 這個 這個也不用每天都清 它還有這裡 這有四孔 這有這個主意 然後上面 這個最主要這裡 通到那個 噴油嘴這裡 要清一下 弄完之後用風槍 除一除 這樣就好了 把它除除 我是 直接給它晾乾 好了 你看這個殘膠 整個都掉了 是不是很好用 這種化清器 你就是 買便宜的就好了 不是貴的就好用 至於是這樣子 後來 換那個油膜 要看它的清潔能力 讚 這尼固給清 你可能要用東西下去刷 然後噴好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子 用一字體 把它慢慢 把它上面的殘膠把它弄掉 我等一下就跳到 直接清好的畫面了 來 清好裡面 就長得這麼乾淨 來 我們現在換來清噴油嘴 噴油嘴 現在換來清噴油嘴 噴油嘴清很簡單 你眼睛要小心 在噴的時候 你就是讓它透過去就好了 這個旁邊有 它有細小的那種筐 你也可以噴一下 然後上面把它除焦一下 主要是裡面的洞要很乾淨 好 下一支 你有看到這裡很多殘膠嗎 這個要把它清乾淨 這個基本上我的經驗是噴不起來 你就是把裡面的洞先清一下 等一下也是用那個一字體 慢慢把它推掉 然後這個推掉之後 就是長得這個樣子 它裡面有稍微殘膠 用這個尖尖 尖尖的東西把它清掉 你看前面那個洞 裡面有個洞是不是很小 所以你現在稍微把它擋一下 這個洞你不能把它擴大太大 除非說你噴油嘴要加蛋 你自己把它研磨那個都一樣 裡面的殘膠 這個就看個人清潔程度 來 這個都清好之後 你仔細看這裡有沒有那個 那個噴油嘴的編號 這就是尺寸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 它那個 油嘴它會過嗎 就是這樣子 你看測試幹進去是不是就通了 所以這個朋友就清潔完畢了 還有組裝之前這個 金魚鋼這個也是要清一下 有的金魚鋼壞掉 它就是撕不住 撕不住 那個就沒效了 清一清 這裡是比較沒有差 但是有拆就順便了 還有其他的 還有其他的這個 砸門你順便把它清一下 你像這個砸門如果久了 它磨損很嚴重 有時候也老鋒你就要換掉 但是 它這是用那個銅下去 度那個北梯亞是還好 接下來就是這一支 覆噴油嘴 它是這樣說的 正確名稱應該是這樣沒錯 按你試看裡面要可以 那個洞要可以穿過去 我拿到頭前 待會不會噴到肉片的小孩 最主要就是這個小洞 你要每個洞都會通 你看 這太小洞 要拍出那個效果很難拍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用這個 你看能不能過去這樣最準 這樣可以了 有過去了 基本上這一支的話 你如果塞住 你那個 調那個洪坑的大小 你會 調的話 會不會差很多 對這個地方 這個也有人再把它加大 我有試過 稍微有用 但是不會差很多 來接下來這個 這個 控制那個 汽油流量 這個 這個普渡有沒有 這個控制這個 這個 重點這個要會 這樣 撥來撥去 跟仰尾這樣比較正常 這個要清不清就隨便你 這個前面軟軟的 這個 化油器長得一樣 這個都通用 我都試過了 封煮的螺絲 我們是把它清一清 全部都 細部清潔完畢之後 我們再來檢測一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槍有相通嗎 比如說這槍 好來 這槍在這裡 這個就是 我說那個染膠套 在控制那個 油門流量那個 那一個 的控制法 然後你看這槍 看是燙對 這裡燙 煮噴牛嘴 然後這一個 這不太算了 機械式的東西都不會壞 你看它對這裡噴出來 所以這在調紅磅 然後Slow 你看 Slow Slow 應該是燙會燙 第一天我忘記了 然後 還有 10個 看這槍是到底燙對 這很難測試 然後 旁邊走出來 還有 管頂這裡 管頂這裡不知道 第一槍 然後 另外 這個小洞 這個小洞 好像是對這裡的 對啦 小洞對這裡 看那個每一個洞 有沒有都 都打到那個樓 你看喔 你看 有嘛 所以這個環環相扣蠻好玩的啦 來 下個動作 開始組裝囉 來 接下來 開始來組裝化油器 組裝這很簡單的 這個 以此列推嘛 慢慢聽著 白龍學 抱著 鏡頭 再拆 很不好拆 會笨手笨腳的 這個 就是 因為都沒有經過電腦 什麼 可程式的修改 好處就是 都機械式的東西 你只要 把它拆下來 把它 一模一樣裝回去 它就 卡定都可以用 這就是 機械式的東西 好用的地方 要不然現在 什麼東西都是 要花錢去破電腦 我看 蓋起來 那種味道 好像 比較不一樣 也不是說不好啦 就是 錢多人就跑比較快 那是真的 我說實際 當然也有很多技巧 白龍學媽媽學 白龍學 就把我懂得 先分享給你們 大家 好 就這樣 然後 這個 這裡不會洗 你看 不會洗 我們就可以這樣 噴一點點 用乾擦的方式 這也可以 因為這個鋼殼 它很硬 會記得同學 你不要去用到塑膠的東西 會用 好 弄好之後 這個 要把它搭上去 它這個 沒有方向 你如果 一般的鋼殼就是 把它記錄下來 白龍學 要20年 不要聽這個 又很爽 要從這裡 好 要把它抹下去 抹下去 抹下去 1 2 3 白龍學 剛才叫聲 叫我沒那麼精便 就這樣慢慢過去 就這樣慢慢過去 然後你仔細看 看這個地方 你看 這裡有什麼重點 我對這裡有 重點這個 這個你扔下去 有沒有 它這個要剛好壓下去 這個骨頭會 那個 會 薄齒跟仰尾 你這就要看一下 然後 後來就是 看什麼東西 這如果不會搭 有沒有 這樣正常 再來 蓋上去 這個蓋上去 我都習慣打膠 這個看同學個人 打膠實況嗎 我同學看一下 好 這個不用很多 一點點就夠了 因為白龍學 都習慣 都把任何的東西 把它掛掉 這樣比較安全 這樣比較安全 都細部打好膠之後 看這個孔 都不能去塞住 啊 記得 你要放進去 我們現在看一下 看哪裡 有沒有組裝不好的 我們就看一下 OK的話 我們就放上去了 要記得 放進去 一定要等一天 完全乾 才能發動 不然你就成功盡氣了 因為這個東西 就是 也沒有什麼 parking可以換 你看 裝的時候 就有風險 這支就照出來 所以這要注意 角度弄好的時候 再放進去 白龍學很久沒長的 好啦 然後就把它鎖上 螺絲勒 好 鎖好之後就這樣 這個修鎖的 不用很緊 因為我們有打膠 為什麼要打膠 因為這個 那個all in的話 也買不到 所以說 我就是怕它漏 所以我都習慣把它掛 撒上去 不然你會蓋著 你會很煩 然後旁邊 多出來這個地方 看你要不要擦掉 都可以 以我的話 所以把它擦掉 看得比較爽 就 弄這個東西 機械式還蠻好玩的 不然你就是 旁邊我們就開始把它租起來 像這個 QQ感 就這樣 我盡量把那個視角 弄得漂亮一點 讓同學能看得清楚 這按著不用太緊 然後這個把手 就把它勾上去 勾上去 這個鐵環是在裡面的 這樣 會記得要訂閱白同學 第二位教室 很辛苦 很辛苦 拜託 有的同學看不下去 不要再給我電視負評 電視負評 因為很辛苦 改變一下心態 打開門 世界大不動 知道嗎 人的一念之間 都是跟你的思想有關的 好 這個 掛孤 這 可以從這邊控制 不用太緊 然後 這兩支 這兩支 在鎖的時候注意喔 鎖子好像看 鎖子 沒有鎖子 沒有鎖子 這個在這裡 然後這一個 鎖子 直接放到裡面去 拿這個螺絲膏 畫器的部分 我是覺得比較簡單 比較沒有什麼技術性 重點就是在那個 油門針 在那邊 那個蓋的地方 那是我另外研究出來 好 然後 這支鎖 它正常的 館長頭前 有 灘黃的 它就是有放這個 但是我就覺得那個很難拆 後來就不裝了 那個不裝 也是用很多年 都沒怎麼擦 它這個 蝴蝶扣 好 來 這個 你看這裡有個缺口 我是習慣弄這樣子 因為你背後 油門線 入的尋 才會好高 就長了這個樣子 好 要開始倒回來喔 倒回來之前 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另外 萬三的 一二五的 對方的化學器 它就是比較軟 這是正的那種 紅白 這個很硬 所以 吹久的油門會痠 我不是把它煎底 它本身 它的轉速 你看 所以我就是用這個比較軟 但是這有個缺點 油門如果不夠順的時候 可能現在油門會卡住 但是我都知道到剛才好了 我看這個 我等一下裝回去好了 反正也沒有再拆了 來 現在要倒回去 這樣 因為我現在有 把這個 塑膠彈片 順便裝回去了 所以 彈片要放到下面 然後又把它 擠出來 這樣 高鋁 放開 這樣就好了 然後化學器 放上去之前 我們這個油門枕 可以先把它放進去 這樣 沒辦法 待會兒要拍一張 然後 就從這個 把 什麼 加熱 加熱 好 把它洗好 這樣就好了 好 這個地方 按得兒 不用太緊 油門枕 但那個 沒有 沒有 開 放開 接下來我們裝好之後 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的油門線 會不會卡卡的 你看 下來那個聲音要出來 就到底 上面的時候 你看也是到最頂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 化學器的部分就組裝完畢 好啦 這邊喔 大口徑化學器 你在改這個 空氣力清器 最主要就是 不要讓它 那種 化學器的共鳴聲而已 好 好啦 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要有始有終 希望同學也看好 同學 希望這次 白同學為你們所推出的 大口徑改裝化學器單元 對同學會有幫助 當然啦 市面上改裝的 神人也很多 改裝技巧 琳瑯滿目 各有千秋 但是我覺得 大家在良性的互動之下 大家互相學習到 都是自己的東西 記得要訂閱 白同學DIY教室喔 掰掰 好 好